前面我为大家介绍了一些MySQL数据库常用的数据类型 在进行数据库物理设计时 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选择我们的数据库 每个表所要使用的存储空间 存储引擎和表中每个字段所要使用的这种数据类型 由前面内容我们可以知道 目前来说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的话 还是更建议大家使用InnoDB这种存储引擎 而对于InnoDB存储引擎来说 除了为表中的每个列选择合适的类型之外 还有一点也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 那就是如何选择表的主件 InnoDB是一种索引组织表 其主件的顺库也就是表中数据的逻辑顺库 所以我们在选择主件时就要格外的注意 一般要考虑以下因素 首先主件应该尽可能的小 因为在InnoDB表中每一个非主件索引 后面都会附加主件的信息 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件非常大的话 必然会使得索引变大 除了人的机枪机所引的这种查询效率 至于运程和机枪机所引的查询效率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有介绍 如果大家学完后面的注意方面的内容 可能就会明白了 其次主件应该是顺序增长的 前面说过了 InnoDB表中的数据的逻辑顺序 就是和主件顺序相同的 如果主件的顺序是顺序增长的 那么这样插入数据就可以顺序插入 这样避免了随机爱污的产生 所以可以增加数据的插入效率 另外如果主件不能保证顺序增长 则每次插入数据后 都有可能进行重新的排序 这也会带来额外的爱污消耗 所以买COS性能就会受到影响 最后InnoDB的主件和业务主件可以是不同的 前面在讲解逻辑设计时 我们所选择的业务主件 主要是为了标识业务数据 如果业务主件可以做到上边所说的两个特点 那么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业务主件 来作为我们的InnoDB表的主件 而如果业务主件不能区别上面所说的两个特点 我们就最好选择自尊ID 来作为我们的InnoDB表的主件 而为了保证业务主件的唯一性 我们可以在业务主件上分加一个唯一索引 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数据库结构设计的整个过程 这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符合插学性能要求 和范式化要求的这种性能良好的数据库结构了 下面我会先为大家来介绍 如何从数据库架构方面来优化我们的数据库性能 而数据库设计的最后一个阶段 维护和优化阶段的内容 我会放到索引和西构优化部分 再为大家来讲解 我会放到大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